中國之前檢定我們臺灣的鳳梨 正口有哪兒他們去多給他 配平說這是跟臺灣 中國郭台瓣 現在是宣布說有回來的農林二十二條 標示說這是臺灣人跟台主企業 在中國的農業發展 算是兩年一級親 有哪兒配平臺灣用鳳梨 尋驗賣給中國 中國三月初日開始檢定 正口臺灣鳳梨 他們去國外的配平跟壓力 但是中國提出新的方案 宣布對臺有費措施 農林二十二條 說會支持臺灣人跟臺灣島主委企業 在中國的農業跟林業領域來發展 是相關部門全民貫貸實行兵 在臺灣東包書發表四十七年紀念會說的話 無論是暫停臺灣地區波羅的輸入 還是出臺農林二十二條措施 有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大陸在對臺工作中 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 也就是說人民需要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農林二十二條有新發展頂頂三的定色 利用說到農地跟林地的使用 用主利便跟主金的支持 到主經營建發創新 和開店入銷市場頂頂的方便 提出既體的措施 近一步讓臺灣人又有臺灣企業 提供一樣的台股 郭台瓣之外 這跟之前的三十一條 二十六條的措施 是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而近一步促進兩間交流合作 好由臺灣民眾就要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相信 臺包臺喜只要抓住機翼 一定能夠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 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 郭台瓣也在記者會 還有一次強調說 暫停靜靠臺灣的翁來 是科學合理的作為 是臺灣這邊跟問題正地化 而且強調說 今年又通知翁來不合格 是臺灣不改善 主宏連共同說 中國一直在協助臺灣的農民 不過民進黨統教一直在做互 屬來其他臺灣的水果 更會也向金智進口 主宏連表示 主管部門都會按照規定來決定 記者綜合報道